詞曲 李宗盛 字幕 Image 混凝 接下來我們要看路徑規劃的避障問題 機器人的避障問題裡面 不可避免就是有障礙物 障礙物會對機器人的運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兩個比較有名的機器人的避障問題 一個是自走車的避障 自走車,就一部車跑來跑去 另外一個就是多軸機器人 就是我們上課一直在講這個機器人,它的避障 這兩個避障問題的基本上有什麼差別 比方說對自走車來講 障礙物在自走車的裡面還外面 對自走車來講,障礙物在外面 它是在運動過程中去碰到它 多軸機器人的避障的話 它在戴戶在機器人的哪裡? 工作區域裡面 你如果躲在裡面,我還去躲它 這是一個基本差別 一個在外面,一個在裡面 我們再看下面,除了這個差別還有什麼差別? 一個障礙物對自走車的影響 跟一個多軸機器人的影響 除了剛才講的那些地方還有什麼影響? 一個是自走車是在外面 目前來看的話 自走車所面對的障礙物 目前來看的話,我們認為它是 平面的還是3D空間? 一個障礙物跟自走車都是一個3D的物體 可是自走車的運動在幾度空間? 2D嘛 目前為止我們沒有那種非非的自走車 你看到科幻電很多車子未來時代都是3D在走 目前為止很抱歉 沒有嘛 那對於Dodo記者來講,它是幾軸避障? 5的2 好不好? 是空間的3D避障,它躲在走去 你看它的差別 一個是在外面,一個在裡面 一個是平面障礙物的描繫 雖然它們都是立體 但是我們會在平面上畫一個圈 就是我自走車的範圍 好像我就是一個圓圈 我不需要畫一個球,我就是一個圓圈 那你可能另外一個圓圈,我們大家躲在躲去 好不好?OK 再另外來看 自走車的避障一樣 我車體跟障礙物的影響是 我碰到你就撞到,對不對? 沒有碰到就不會撞到 就是我車的系統撞到你,可以撞到你 可是Dodo記者不一樣 我端點可能沒有撞到障礙物 我端點 可是我可能什麼樣撞到障礙物? 我的身體撞到你 對於Dodo記者,我不是研究你的末端點有沒有撞到障礙物 我要研究什麼? 我所有的link的所有地方都不能撞到 是不是? 我頭閃過,你要不要抱歉,我的身體撞到 所以多軸記者的避障是全部 所以它影響到哪裡? 它不是只影響到我的末端點的空間 我沒有撞到你,我一樣不能撞到你 因為我身體可能撞到你 所以它的影響是超過障礙物的本身 我障礙物在這邊 可是你的工作區域什麼樣被破壞? 不是這一點的 任何只要我的身體或撞到地方都被破壞 所以又是破壞成什麼樣子? 又是把我這個本來的工作空間已經破碎 對不對? 因為我有一個範圍嘛 所以我被破碎掉 我障礙物放進去之後呢 要讓它睡得亂七八糟 那哪裡睡掉呢? 又是我看那裡 又是不知道哪裡睡掉了 很多地方可能都睡掉 因為每個軸都不能撞到的區域 不是只有頭不能撞到 你這樣一想 就是要多軸記者的避障 當然是很難 但是很累 相對於自走車 好 那我們在討論多軸的基手臂之前的避障 我們先來處理自走車 我們先以這個為藍本來看看 怎麼樣把這些觀念引伸到多軸機器 對於自走的避障就這樣 我可能有一個自走車 那我要閃過這些障礙物 大達目標 我們先假設這些障礙物不會動好不好 如果這些障礙物還會動的東西 我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 不過你想一下我幹嘛把工作環境做得這麼累 有很多障礙物 障礙物還會亂跑 可是有些事情還是會發生 我們剛剛講過 你可能會有其他的自走車 你會有你的工作平台 會有你的生產線 這個東西是不可避免 好,先看一下 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要處理說它有沒有避障 要怎麼處理 你怎麼去說 我的自走車可以走出這個路徑 不會撞到,你要怎麼辦 這是什麼樣的問題 自走車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講清楚一點 自走車的避障問題是什麼樣的問題 它要處理什麼樣的問題 我先假設除了自走車會動之外 其他不要動好不好 障礙物不要再動了 先不要動 它要怎麼處理這樣問題 它其實是一個平面的幾何的問題 比方說自走車是一個幾何體 不管什麼形狀 方形或什麼形 障礙物也是各種形狀 比方說三條形 各種亂七八八形 都可能 比方說這個房間有個機器人來 自走車來 這個桌子就是障礙物 各位同學也是障礙物 我們很辛苦的攝影師也是障礙物 各種平台什麼大的障礙物 那我們怎麼去描寫 這個自走車如何通過這個區域 不會被撞到 就是研究這些幾何形狀會不會撞到 如果大家長得奇形怪狀 你就要好不好檢查 檢查一群長得很奇怪的方塊 跟另外一群長得很奇怪的方塊 會不會撞到會很累 所以一個簡單的想法我要怎麼做 什麼樣的形狀濃力檢查有沒有撞到 什麼形狀我們很喜歡 通常我們喜歡什麼樣的形狀 你覺得你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你喜歡什麼樣的形狀 再來平面 什麼形狀比較順眼 一般來講我喜歡圓形 因為圓形怎麼樣 我只要處理圓形跟半徑 以圓形為標準 離我半徑之外 我就不會撞到 半徑就撞到 所以一開始想法怎麼樣 大家都把它包起來 自走車包成一個圓形 每個帳號幫的圓形這樣多好 處理一堆圓形會不會撞到的問題 一開始自走車的問題就是代表 就是一堆圓形的空間問題 我只要知道圓形跟半徑 就知道算一算就好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要這樣講 既然大家都圓形 我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把自走車 它這個圓形對不對 我縮成一點 其他人怎麼樣 看我縮了多少半徑 就加多少半徑 這一招好不好 我是圓形 你是圓形對不對 那我縮成一點 你變胖 你變成一個大的圓 這樣好還不好 很好啊 研究什麼 一個點跟一堆圓的關係 這是很棒 我想講這個點 跟你的圓形之間 這個問題有沒有超過半徑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問題是不是更簡單 只要研究圓形跟圓形之間的關係就好 甚至不要研究圓跟圓的問題 這是很棒 好 仔細研究一下 可是問題要戳到這裡 我包成圓形很好 這包成圓形 可是如果說我長得像油條 我是一個油條 好不好 我油條圓形包起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很浪費 會不會 就是我要躲 我避障對不對 那 那腳好恐怖 我躲得遠遠 可是躲得很遠的 好處就是說我不會撞到 壞處是什麼 你浪費了很多可行的空間啊 我當然一個做法 看到每個掌握都躲很遠 好不好 可是你這樣 你不入虎穴 焉得虎止 你把它一個油條包起來 太浪費空間了 對不對 它有好處啊 我離得遠遠的安全 可是壞處就是說你浪費空間 所以這個在規劃裡面 我們不愛啊 因為浪費空間 我們不喜歡嘛 那怎麼辦 我們喜歡圓形啊 圓形很棒啊 因為運算很簡單 對不對 可是有人偏偏長得像油條啊 真是的 很麻煩啊 每個人長得像小紅包 不是很好嗎 圓圓的就很好 他偏偏長得像油條 那怎麼辦 這邊暗示你什麼 斜格就這樣 好 你是油條對不對 那我多包幾個圓可以吧 你是油條就怎麼樣 油條比較窄嗎 我不要說一個油條 我先拿兩個圓去包嘛 我就設一個方式 當你的比率浪費超過某個程度 我就多給個圓 可不可以 你是一個很長的油條 我就給你一堆圓把它包起來 這樣可以嗎 我損失了什麼 我需要給你很多圓 好處是什麼 我維持一個點跟點之間的地障的討論 自首車的地障問題 就變成一個點跟一堆圓的問題 自己圓怎麼切呢 就會根據它的形狀去做處理 好不好 所以現在大致上來講 自首車的地障呢 一個做法就是 形成這個空間關係 然後去找結合關係 這是一招 好 另外一招 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要包來包去算這個 有沒有撞到 還是要算對不對 總是有學者講說 我要找出一個方法 根本不要算 不要算 用什麼方法可以做到 用磁鐵方法 磁鐵啊 我這邊放磁鐵 好不好 大家都放磁鐵 油條就油條的磁鐵 油條會發散出一個油條式的磁鐵 然後一堆磁鐵在這兒 然後這些 比方說我的這個車子是正電 磁鐵應該什麼電 正電 目標負電 然後我就把它放進去之後 大家排斥我 你剛才都不喜歡我 排斥我排斥我 排斥我 排斥我 我就到目標去了 這樣有沒有很棒 根本不要算對不對 我也不要管說誰跟誰在點 然後 shwap 就到了 多好 對不對 這個方法是不是覺得很棒 什麼都不要算 也沒有缺點或弱點 這個其實是很多人很愛啊 我根本不用計算啊 我就算到每個人的potential 就是磁場 磁地場 大家互相排斥自然的現象 算完之後我就順著河流 就滾到我的目標了 不是很好嗎 這方法 是不是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也不用去算這個障礙物的影響 應該講 算障礙物的影響是透過potential來算 對不對 他不用直接去算空間關係 對不對 這個方法有什麼缺點 好啦 你運氣很好的時候呢 你就滾過去 萬一呢 這些障礙物呢 連成一氣 什麼意思 他們這裡 比方說這裡有個風口 我滾過去之後呢 就跟我在義大利的比薩一樣 我鬼打架了 我就根本出不去了 我被比薩給困住了 他就根本把我困在裡面 會不會有可能的事 就是這個磁鐵 繞繞去呢 出不去 如果各位這邊實驗室 有在做神經網路的 這叫什麼現象 神經網路的系統裡面最怕什麼 所謂的local minima 你掉到區域低點 一個神經網路系統不像我們講 我們上次跟各位提過 現行系統裡面幾個平衡點 現行系統 開學第一堂就講過 一個平衡點 可是一般神經網路是個飛行系統 它有幾個平衡點 莫載陽 很多平衡點 也許 也許有一個 不曉得 但是很可能有一些叫做區域低點 就是它會掉到一個地方停住 對不對 可是那地方不是我們的答案 我們答案是這個最低最低那一點 可是它在中間就困住了 好不好 因為它就鬼打牆就被困住了 那鬼打牆困住怎麼辦 如果你是神經網路高手 你碰到鬼打牆被困住 你會做什麼事 當然要設法脫困對不對 怎麼脫困 我們就要去給一個指示 這個指示發現 哇訊號已經很強 表示我在這邊鬼打牆了 我就跳出來 跳下去就開始滾對不對 那又滾到那個鬼打牆 好不好 再吃一個大力丸 好不好 又跳出來 東西跳 運氣好的話呢 就會到答案 答案是什麼地方 就是 Global Minimum 好不好 整個的 終點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通常的手法是這樣 就是 你碰到區域低點 你要設法偵測這個現象 然後設法脫離 這個方法到底有沒有辦法保證你到答案 很累 碰到問題我們就跳出來 跳出來又惡搞一陣 又碰到問題就跳出來 動跳跳動跳 會不會到最後還是跳不出來 有沒有可能 其實不會啦 應該這樣講 也不是說不會 如果這個問題有答案的話 怎麼樣 這個方法 我遲早會把所有的地方都走完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另外當個目標去 如果有答案的話 如果沒有答案就沒辦法 如果有答案我就能找出來 那我最大最大付出什麼代價 全部的路都算過能走完 對不對 你會不會來想 當初為什麼我想用一個方法是 標記計算 就是我很想偷懶 對不對 我順著路就滾到答案就好 但是我最糟的狀況會怎麼樣 還是所有路都走過一遍 好不好 OK 你了解這個狀況這樣 就是我們通常用那個所謂的直覺法 你直覺有時候運氣很好 直覺就想到答案 就到了 萬一直覺失敗怎麼樣 你要記得還是要做記號 你最糟最到下場是什麼 就變成所謂的地毯日搜索 所有地方都走過一遍 好不好 那還是走到 好不好 我們設計一個 這個 agorean 不管你是什麼系都一樣 出生哪個系都一樣 兩個原則 要怎麼樣 沒有答案告訴我沒有答案 有答案一定要找到答案 你不能設計一個方法說 運氣好 in no time 電光火勢找到答案 運氣不好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答案 這就不行 好不好 你設計一個agorean一定要這樣 兩個原則 有答案一定要找到答案 沒有答案要告訴我沒有答案 不然你的agorean設計就不合格 你就做個 paper 說 這agorean運氣好 非常非常快 運氣壞它會當掉 這個程式不行 好不好 不能這樣 甚至於95%以上都會找到答案 也不行 就只有這兩個原則 有答案找到答案 沒有答案告訴我沒有答案 好不好 所以這次設計方法 你看到兩個概念 一個就是說 我設法去了解整個環境狀況 然後我去檢查大家有沒有撞到 好不好 另外一個呢 我其實是 我大概給了一個立場 你自己去滾 你的路徑規劃其實我沒有規劃 你是根據這個狀態得到答案 跟爬心狗一樣 小鋼豬丟進去 他就會滾到一個地方去 你看我們通常 那個老闆絕對把它設計到怎麼樣 大部分時候掉到local minimum 把你的錢吃光光 你偶爾得到 某一個人在很長時間之後 得到一個global minimum 他得到jackpock 作為宣傳 其實大部分時候 大部分人都掉到local minimum 因為你那東西滾去 怎麼知道滾哪裡去 我怎麼知道什麼意思 那怎麼樣確保 除非你能做記號 你只有如果一個機器 常常得獎 他會做什麼事 他會把釘子換位置 他怎麼換 不知道怎樣 換了一下 你就是很容易掉到local minimum 好不好 我們用這個當一個概念 這樣可以嗎 這怎麼用自走車做避障 好 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衍生到多軸機器了 多軸機器 我們說一個障礙物放進來 我要看看這個障礙物放進來之後 我的工作區域怎麼受到影響 對不對 好 各位有沒有任何建議 你覺得怎麼做 多軸機器人 怎麼樣 怎麼 怎麼受到一個障礙物影響 就在工作區域會怎麼影響 覺得怎麼樣去分析 一個機器人怎麼樣 有個放障礙物對不對 我說過 我們剛才說過嘛 不是只有頭不能撞到 所有身體的美部都不能撞到 這裡很多毒蛇好不好 而不是我 我頭走然後我身體被咬到不行 沒咬到我的頭就不行 全身咬到 那個地方都沒咬到對不對 好 各位有沒有什麼建議 怎麼處理這樣的問題 你覺得應該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就這個障礙物放在這邊 到底我的工作區域什麼樣受影響 好 我來講一個方法 看他覺得這個方法怎麼樣 那機器人不是有六個軸嗎 六個軸 每個軸會有一個範圍 比方說從最左邊到最右邊 比方說我們從-100度到100度 好不好 每個軸都有一個範圍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做 好 我們每一個軸先放到它的最左邊 比方說你的工作範圍的最左邊 好不好 然後我們擺好之後 我們去看一下 這機器人每個軸跟障礙物有沒有撞到 可以檢查吧 我們去檢查這個幾何關係 這個作為一個球 好不好 跟我每個軸有沒有碰到 這個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碰到 我就打個記號 每個軸都放在最左邊的時候 不會撞到 好不好 那我在第二步呢 我把第六軸動一度 那是不是機器人擺了一個姿勢 換個姿勢對不對 這時候呢 我要再去做剛剛那個幾何檢查 做完之後呢 我再做個記號 會撞到或沒撞到 做好記號 這樣可以嗎 那我第六軸呢 我就從最左邊開始做 本來一度一度動 對不對 每動一度我就做一次檢查 好不好 檢查完就把所有東西記好 對不對 做完第六軸我做什麼事 我就把第六軸放到最左邊 我把第五軸動一度 好不好 從最左邊動一度 動完一度之後呢 我把第六軸剛剛的過程中怎麼樣 從最左邊 又做到最右邊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就把它記下來 在下一步呢 我把第五軸動兩度 好不好 那我再做完 對不對 第五軸就從最左邊做完 做到最右邊 然後做的過程中 每次做的時候 第六軸都要從最左邊做到最右邊 好不好 做完就記錄 記錄自己了 好 五六軸做完之後 我做什麼事 我開始做第四軸 好不好 這時候五六軸歸回原位 然後我第四軸就從最左邊開始做 動一度對不對 我動一度的時候 第五軸就 第六軸就 請問做完好不好 換成快動作好不好 然後第四軸就動兩度 那過程怎麼樣 第五軸就 第六軸 好不好 然後第四軸 終於從最左邊做到最右邊 好不好 要做完 做完之後怎麼樣 大家要歸回原位 然後呢 去看第三軸 第三軸就動一度 要動一度之後 第四軸怎麼辦 那第五軸 第六軸 好不好 就做完 做到什麼時候 做到第一軸 全部 全部做完 這樣看嗎 這樣的過程中 全部把它記起來 這個方法好不好 聽起來很爛對不對 做到什麼時候 這海枯時代對不對 天荒地島做完對不對 聽起來超爛對不對 爛到爆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更好方法 我們就停在一個很爛的方法 聽起來爛到爆 其實這個方法 其實在我們生活上是很有用的 這叫什麼 地毯是搜索嘛 比方說今天有人去運動場打球 那個隱形眼鏡掉在地上 怎麼辦 你怎麼找到隱形眼鏡 上面沒有 你用GPS能看到它嗎 或者它上面有什麼 電子標記 我可以掃到它 沒有嘛 你的隱形眼鏡有做對記號 沒有嘛 那怎麼辦 同學要發揮同學愛嘛 它排成一排嘛 從把運動場慢慢走過去嘛 那找到 如果它真的有在 我們就會找到它嘛 對不對 總找這叫地產地搜索 好不好 這方法聽起來當然很爛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效 還蠻有效 剛才那方法聽起來也是很爛 因為地產地搜索好歹平面嘛 六軸這樣去哇哇哇哇 找完這個空 那個曲語聽起來就好累喔 這個方法是當初機器人路徑規劃的大師 Rosena Perez提出來的 結果我已經上網了 各位看一下 這個非常爛的方法 替機器人路徑規劃打下一個基礎 各位可以再想一下 但基本上沒有更好的方法 這個最爛的方法就是事情的真相 它雖然很殘酷 那如果各位想出更好的方法 很歡迎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方式挑戰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的本質就是這樣 你要描寫一個障礙物在一個機器人 多軸機器人的空間裡面 它太大的影響 就是需要用地毯式搜索的去檢查所有可能性 然後去訂出那個資料庫 招得不得了的方法 定下了路徑規劃的一個基礎 那大家就在這個方法裡面求生存 如何做簡化 如何逃脫它 就像我們在前面面對 Jacobian inverse一樣 它就是存在那邊 它就是難度就這麼高 我們如何用這種方法去散它 去打它 去簡化它 這樣可以嗎 這個論文很早 它是1987年 所以等於說1987年的時候 這是很重要的學者 Lausanne Perez 他就是做路徑規劃的一個大師 他那時候就定出來這個問題 你看他還寫說什麼 A simple motion planning algorithm for general robot manipulators 他說他的方法很簡單 嚴格講也沒有說不對 那個方式很簡單 每一個走從走走到右 做完然後去看有沒有 這樣會影響多大 可是做起來很累 但是其實這個方法也沒有說不能實施 你仔細看一下 這個方法裡面 它用到了一個 這個我們常常看到的 寫程式的一個觀念 看出來嗎 它一到六折這樣做過程中是什麼 來來回回 這個我們叫什麼 我們常常說 這裡面有一個觀念叫做 Recursive 這是OK嗎 Recursive 就是你會重複做 你不要說我六個走 那我要做個動作對不對 我是度一到六 那每個做做做做 只是在過程中會做累死 對不對 很累 可是程式很好寫啊 眼鏡場我寫幾行就好 我寫五行 也許 就這麼幾行 那機器人要做幾次 做到天昏地暗 好不好 因為它要不斷地這樣跑跑去 可是程式很好寫 這是Recursive 其實程式並不是很難檢驗喔 觀念也不是很難 但是做起來很累 好啦 我們剛剛講到說 每個方法應該要能夠找到答案 然後告訴你有沒有答案對不對 那我們還要考慮下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說 那你方法會不會做很久啊 比方說以前早期那個 這個我們都認為圍棋 不太容易被電腦突破嘛 那圍棋為什麼很不容易被電腦突破 這邊應該有圍棋高手吧 為什麼 因為圍棋的規則怎麼樣 很 圍棋規則很複雜嗎 你覺得圍棋規則複雜嗎 圍棋下棋的技術很複雜 高手一堆 但是圍棋的規則複雜 還不複雜 覺得 好啦 象棋跟西央棋 跟圍棋 誰的規則比較複雜 象棋嘛 你看圍棋 至少圍棋長得都一樣嘛 黑的跟白的嘛對不對 你象棋還有老帥啊 鞠馬炮什麼的 那長得比較複雜嗎 各種都有嘛對不對 圍棋的規則多簡單 嚴格講圍棋有兩個規則 第一個要下在線上 不要上格子裡面 也不是五子棋好不好 就這樣嘛 第二個呢 你不要 它叫靜著同著嘛 就是你要打結啦 就是不要 你下跟我下 它有時候會重複嘛 你下了我好像下 就沒完沒了對不對 所以我下了 下一次我會重複的話 我就會讓你去下別的地方 好啦 圍棋樹語就叫打結嘛 除此之外它沒有任何規則啊 你要送死被它吃掉 你沒關係啊 你可以弄到一大塊地好不好 對於電腦來講 規則越簡單越累 那很難評判 比方向奇 我知道把那個老帥吃掉就贏了嘛 我知道鞠比馬貴嘛 對不對 你竹子要換鞠 絕對跟他換嘛 好不好 我竹子可以換你的鞠 我當然要換嘛 好不好 可是我一起你這顆跟那顆長得一樣 我要誰換誰啊 這個它反而規則很難定喔 有沒有概念 就是說我們對你來講 就是說它背後如果說規則不好定了 其實我們反而比較累 好 所以圍棋我們說 為什麼很難 反而認為很難被電腦突破 就是說它沒有什麼規則 電腦就不知道怎麼辦啊 你要跟電腦講很清楚 什麼原則 不要讓它去搜尋搜尋裡面 對不對 它知道吃到老帥 不要吃到老帥算一千分 吃到鞠八百分 吃到馬六百分 吃到竹十分 它加一加分數越高那個方法 它就採取嘛 那圍棋怎麼辦 它下面一個詞 它不知道它到底這尺幾分啊 很難算幾分 它就很難找到一個規則 大概有沒有這個概念 我也不是圍棋高手 所以我不要再亂蓋 不過大概那個概念就是 這個 你如果你的方法不好的話 雖然也許你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你要找的天昏地暗 地老天荒這也不行啊 比方說以前我們想說 你如果下圍棋 圍棋是有時間啊 你這一指要算的時候呢 要算這一指大概要算 比方說兩年 那還有什麼好下的 就是說你算不出哪個字 你絕對該下的嘛 因為那個棋盤也不小 吃十九成十九 然後下那麼多次對不對 你要算完 還要記住那句話 電腦沒有無限快 記憶體沒有無限便宜 然後呢 你如果找不到好的規則 你其實是很難搞的 所以它很難算出來 那現在因為電腦越來越快 然後規則越來越好 遲早會輸沒有錯 但是不應該這麼早輸的 這個我們就不要再特別強調了 好 那回到這邊來講 既然這個問題有個基調 就是說它就是一個 類似要低難的搜索這個難度 那對一個Agro人來講 我們下一步要求什麼 我們還是希望它很有效率 好 那怎麼讓它有效率 就是我們就低難的搜索對不對 還是可以做一些手法 讓它比較有效啊 怎麼做 當然我們來看看它 到底怎麼來簡化這個問題 好 你這樣看 你來看這個問題 大概長得有點這樣味道 你看 一個多頭機器人 要在這個區域裡面 鑽來鑽去 然後所有地方都不能撞到 對不對 是不是很累啊 其實是很難 蠻累的 好 那我們說過 你工作區域 都把它弄得空空的 也不太可能啊 你總要有對象嘛 你只要工作對象 那未來時代你更誇張 未來我們想像一個機器人 要在一個比較接近 不要像工廠那樣結構完整的地方工作嘛 所以你可能為什麼 其他的自走車來了 還有一些其他的機器人也跑來了 還有機器人坐在自走車上跑來了 還有工作人員也跑來了 一不小心 可能誰的寵物也跑進來 你想像那個工作場景是其實很可能各種不同的障礙物 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第一步先處理 這些障礙物跟這種機器人 到底怎麼躲它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剛那個基調其實躲不太掉 它其實真的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問題 所以他就要用地板子搜索囉 好啦 他把問題講清楚 這個搜索半天 所以真的要畫那個區域 你真的畫 那是很多圍的嘛 我們來看比較切面 你在某一個二圍空間來看的話 你看其實 那障礙物的影響 搞得這個樣子的耶 你看 這某個切面而已喔 你看是不是很累的 光在二圍上看起來就很累嘛 你公共區域就長得這樣子 那怎麼辦 就是事情本質就真的很累耶 每一個切面 而且你是六圍的空間啊 你有六圍的切面要去切要怎麼躲 好 這個檢查裡面我們可以做幾個簡化 比方說第一步 當你發現開始撞到障礙物 對不對 表現的障礙物存在 那大概他會一直撞到障礙物吧 撞一陣子對不對 之後應該不會撞到 好不好 理論上這樣對不對 然後過來應該就不會撞到 然後或者怎麼樣的事情發生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是不是我們可以這樣子 當你碰到障礙物開始之後呢 你可不可以跳大格一點 因為開始我們是不是一格一格這樣切 好 你有個resolution嘛 你這樣切切切切切 你做level house 可是我們碰到障礙物了 我們假設障礙物會出現一陣子好不好 你是不是可以跳大格一點 跳到開始沒有障礙物的時候 要小心喔 可能剛剛也沒有障礙物對不對 我可能又要小心 沒有障礙物 沒有障礙物的位置比較重要嘛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開始 要小心走走走走 又有障礙物了 障礙物在對不對 我們跳大格一點 反正我們就不要去嘛 這是不是第一個簡化 就是你檢查的過程中 你可不可以稍微讓自己不要那麼累 這是簡化 因為基調不能改 我們改那個過程 這是第一步 好 那這樣做完之後呢 我們辛辛苦苦 中間做了一些簡化之後呢 你最後會做出什麼事情 你大概會見出一個類似資料庫 這很累喔 你有六成對不對 你每次要看看 比方說第一走幾度 第二走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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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之後的時候 會不會撞到 你做一個資料庫這麼大 去記錄每一個 應該講每一組角度 對應到會不會撞到障礙物 這麼大的資料庫 你覺得是不是也很累 好 那很累的事情 我們要怎麼處理 這一樣啦 比方說今天你要從新竹 比方說你要去墾丁度假好不好 考完其中考很累 尤其等一下考兩小時之後 萬念俱灰 那決定去墾丁度假 那我們要去墾丁的話 有幾個方法可以做 有很多的路啊 通常你會走什麼路去 開車 開車好了 開車你要開什麼路去 肯定 如果有高中路走高中路嘛 走到高雄就沒路了對不對 到屏東嗎 我也忘了 好久沒有這樣開 好 你下去總是要變成什麼省道什麼道對不對 好不好 OK 為什麼一開始我們要走高中路 表示什麼 比較快的路比較大 沒有障礙路嘛 那在同樣的觀念裡面 資料庫裡面什麼叫高中路 什麼叫做 這個省道 假如說今天你想不開 我真的考完之後萬念俱灰 我決定騎腳踏車去墾丁可以嘛 那你可能會經過很多鄉野小道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很累對不對 要騎很久 所以你這個資料庫你要做一個整理 比方說一大塊都是空地對不對 你剛才講你建完一個區域 一大塊的空地 我們就當作它很珍貴嘛 我跟你講你們亂搞都不會撞到障礙路嘛 這個有點像什麼 像你的高速公路嘛 就是我做完我發現資料庫裡面我要做個整理 哪一些地方都沒有什麼障礙路 我在裡面可以自由設計 可是慢慢就看到一些 我要什麼 這個洋場小徑啊 這是適合騎腳踏車的啊 好不好 車子進去就完了 出去不會回來啦 好不好 這個時候你要注意一下 可不可以這樣看 所以我資料庫我先做個整理 有的路真的很小怎麼樣 就算了吧 就不要那個路就算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有效的空間 要懂得取一遲好不好 那個路真的很小就算了 好不好 所以資料庫整理完之後呢 你就發現 慢慢就發現 比較有點概念了 就整個會比較好一點囉 比較好一點之後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慢慢整理出來你看看 比較大的區域嘛 這比較好的 慢慢留下來 讓它比較完整一點 有點像剛剛講的 高速公路嘛 好 比較小的路就不要啦 就不要理它了嘛 好完了 就弄完 所以慢慢你有個地圖裡面 會有一些平整的區域 然後一些比較小的 你就想像中 你有高速公路 你有省到 田園小路呢 我們就算了 好不好 因為這實在太辛苦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大概有這個背景 好了 你現在有個地圖 它已經顯示出來 有高速公路 有省到 有鄉到 什麼到 那下一步 你怎麼找出你的路徑 你要怎麼找路徑 你看到過程沒有 我們先去做田野調查 把資料先收回來 收完之後呢 我們把資料整理完 讓它變成個地圖 這個地圖呢 我們要開始分析 這個地圖裡面的 這些路的狀況 對不對 高速公路 或是大的路小路 把它分析完 好了 那你有一本 你清楚知道 從這裡到墾丁的那些 路的狀況 那你要選去哪條路 比方說 你現在出去 你大概用Google 對不對 Google Map幫你選路 你覺得Google Map怎麼選路的 他怎麼找出一個路來 或是我這樣問 你覺得Google Map找的路是 最快路徑呢 還是最短路徑 他怎麼判斷那個路最快 好 他既然厲害的Google 還會算 會不會塞車 那算這個塞車就很累 你怎麼知道塞多久 每次我看上高速 講說 預計五十分鐘 那是真的還假的 你怎麼算的 中間一大堆請他長 亂開車 你怎麼知道他們會不會亂搞 我怎麼知道塞多久 我就預估嘛 所以Google也會 預估說到底哪一條路會塞 我們先不要管塞車好不好 先管一般來講 你覺得Google Map怎麼選路啊 他會選怎麼路 時間最短 時間最短 我就說他怎麼知道哪條路 時間最短 比方說你是Google的設計人 你是設計Google Map那個人 你層次怎麼寫的 我剛才講你有張地圖嗎 這地圖給你高速公路啊 省道跟各種鄉野小道的資訊嘛 作為一個Google Map的設計人 你怎麼決定你要走哪條路 我們剛才講 我們基本上希望你走最快的路 可是Google Map怎麼判斷這條路最快 其實Google Map選的路一定最快嘛 我先講先不要管塞車喔 因為塞車這種事情怎麼辦 或是說現在沒有塞車突然出車禍 那我怎麼辦 就掛了 那我們也沒辦法 這突發事件嘛 突然會心撞地球 那我們怎麼樣 有的事情就不要去理他 我覺得Google Map其實還是很累的 第一個 他基本上如果說要選一個地方 他選的路一定不會過頭 比方說你今天你要到墾丁 你會選個路到鵝鑾比嗎 不會嘛 可是有沒有可能說我過頭之後 再回來反而比較快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嗎 因為我過頭可能是多走高速路對不對 那我回來少走了一個省道嘛 可是如果說我要 因為我要保持絕對不多走路的話 我一定會先下高速路嘛 那我可能要走多一點省道嘛 所以這時間就很難算對不對 好不好 你可以看一下 Google Map通常不會選超過的路 因為比較合理嘛 你今天要到墾丁我幹嘛 先看看你到鵝鑾比會怎麼樣 會到花蓮怎麼樣 我要瘋了嗎 我到台東會怎麼樣 不會嘛 可是嚴格講你要搜尋要怎麼樣 全面搜尋才對啊 我應該搜尋所有的路的可能 我要搜尋所有的距離的可能 對不對 然後再包括塞布泰車對不對 其實真的要找到一個很好的答案 它很累耶 它也不知道怎麼辦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 Google Map又不要錢 你們幹嘛記要那麼多啊 大概算出來 你大概去那邊已經比你 百人不知道什麼回事好很多了吧 不要吵那麼多了 你想一下 其實我們真的要設計一個好的規劃 蠻累的喔 因為你要考慮到所有可能情形嘛 所以你說它找到路是最佳 這其實很難 好 不管這樣你回來看 我們要找到一個好方法 所以有一個原則 回到這邊 其實我們一般找路路徑 雖然剛才批評Google Map 批評了半天 大概像他那樣子 先找大陸嘛 大陸先走走走走 走到大陸已經不得已了 我們再下去走省道 省道之後 該走小路走小路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會找到一個方法 去把每個路給個分數 一樣 高速公路一百分 省道八十分 小路五分 好不好 如果有一些是田野的道 零分好不好 那根本就不要去走了 或者負十分 加大減減 算出來哪個分數最好 你的答案 可以嗎 我稍微整理一下 你看 你要用西十倍方法的觀念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去搜查整個地形 從地形整理出一些馬路 一些路出來 這個路在歸納成有高速公路 省道 鄉道 田野小路 把它弄完之後 在找路徑的時候 你要給個分數 去搜尋分數最高的答案 就是我們的答案 大概有這個觀念好不好 所以這個論文大家看一下 大概在講這些事 他跟你講這些事 他其實那個時候 他很仔細地講這些所有事情 然後慢慢來我們再看一下 找到一個路 他開始跟他講 怎麼走比較好 這裡面做了半天 他最後又歸納一個問題 這真的很累 就雖然做了很多的簡化工作 整個過程是不是很辛苦 在用這個 西十倍來描寫 這樣是不是很辛苦 所以後來他想到一招 他怎麼樣 這招覺得 其實你要看一下 他有點詭異的 就說很辛苦說 我們不要浪費空間 所以我們就一走一走慢慢做 對不對 中間那些簡化 其實都少掉那些 其實不必要的小路 所以把它省掉了 最後弄一弄之後 你看空間慢慢就出來了 結果發現 因為你看 很基本來講 你做一到六軸 是不是就做得很累 你多一軸 要多多少的複雜度 超級多 因為每一軸 都要讓你 哇哦 每個軸都做半天 就檢查很累 過程每一次都檢查一次 一個障礙物 跟六個軸 所形成的每個幾何體 有沒有撞到對不對 這累得要死 不管我怎麼簡化 跳來跳去 我小路不要 但是都很累 他說呢 那我把那四五六軸包起來 意思是什麼樣子 四五六軸當作個球 跟球 等於說不要檢查了 這樣可以嗎 你這樣會不會覺得 有點受騙的感覺 我們陪著你 做了地帶的搜索 因為你說這個事情 就這麼樣的難嗎 它本質上是這樣的 我們不要喪失任何有效空間 對不對 那我們跟著你找了半天 把答案都找到的時候 告訴你說 其實剛開始我們也不要這麼辛苦啊 我們四五六軸 因為它軸都短短了 對不對 把它包起來當作個球 嘛 我們就處理一個球 跟另外一個球 我們又撞到 這不是回到剛剛自走車的問題 就好了嗎 那其實我們難在哪裡 一二三軸很累對不對 四五六軸就一起 用球解決掉就好了嗎 好啦 一方面我們可以罵他一頓 另外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就是六軸問題 它變成三軸問題 它把四五六軸包成一個方塊 或者說包成一個球就好 就把它一起解決了 這樣OK嗎 這樣不是又把我們認為 不要浪費有效空間的這個問題 又拉回來嗎 是不是 可是 但是 作為一個大師 當然有話要說 他怎麼說 我一樣是包起來 節省掉一些過程 可是我浪費的空間 不是沒有道理 我浪費的是一個 本來就是這個地方 你看 我這個走上個走 動了半天 你在那邊找到一些小肉屑 有必要嗎 比方說你螃蟹的肉都沒吃光光 你就在咬那個殼 吃得很累 就是那個骨頭旁邊的肉 你也要吃嗎 這個肉板本來就吃不太到了 我幫你圍起來 他的意思是說 我把本來就很難用的空間拿掉 然後我省很多計算的時間 要不要換嗎 他問你要不要換 這跟一開始我就不要不一樣 就是說我某地方不去找他 你不知道他的影響 他說我不去找的地方 他的影響板就比較小 這樣可不可以 好不好 想一下 這個問題本身就這樣子 我們要拿到最多有效空間 我們又希望時間不要花太多 這兩個東西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好不好 所以這個論文等於說 他告訴你 他整個問題的基調是什麼 他去處理 然後中間做了很多的簡化的工作 然後最後終極的一招 就告訴你說 你乾脆把四五六軸包起來 那省更多 然後他說這個省法裡面 浪費掉的東西不是太多 因為你本來四五六軸走 你說這中間有些小空地 你本來就很難用了 好不好 大概這個想法 我們就要知道 這個事情的本質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多軸機器人裡面的障礙物 到底怎麼影響到整個的工作區域 這個就是我們躲不掉的問題 整個論文大概是這樣 那之後他就會 應該整個經過的過程 整個就好看多了吧 整個工作區域就長得比較漂亮 因為那個鬚鬚啊 一些小地方他就不要了 他不要的地方就是你本來就很難用的地方 OK 這個大概這個論文看到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 剛剛講的觀點 其實不管是自走車 或是多軸機器人避障 它大概就是很基本的 我們說 很標準的 從事情本質去做 我剛剛講的 這個重點在於說 觀念就是這樣 我們碰到一個機器人避障問題 我們做法怎麼樣 先建地圖嘛 先建個地圖嘛 對不對 是不是很正統的方法 你要去一個地方 對不對 我們做路徑過一個地方嘛 先拿本地圖來啊 那有地圖之後怎麼辦 從地圖裡面找路徑嘛 有地圖就可以去嗎 沒有嘛 地圖還是要你自己怎麼走嘛 地圖只是地圖嘛 我這就是所謂的 民盟正派的做法 先有地圖 從地圖裡面找路徑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有人就說 那我幹嘛一定要這樣做呢 所以上次還記得 我們講另外一個方法 這叫做 Potential Fill的方法 對不對 它有在建地圖嗎 它沒有嘛 比方說我是自走車 我給它一個正電 對不對 那每個障礙物都給它一個正電嘛 那它會根據它的影響 比方說 靠它越近的 磁場越大嘛 越來越小嘛 那這個過程中 它就利用這些 這些正電排斥的效果 它就會趕來趕去趕來趕去 就趕到目標去 對不對 好不好 那這個方法有在建地圖嗎 有沒有建地圖 它沒有建地圖啊 它也沒有做什麼路徑規劃啊 它做什麼事 它就把它的性質放進去嘛 它放他們的物理性質嘛 它用磁場來表達這個自走車跟障礙物的關係嘛 然後你的這個 因為障礙物有不同的分布 你的磁場就不同分布嘛 等於你形成它自然的空間嘛 這跟打爬杏狗一樣嘛 爬杏狗怎麼規劃路徑的 用釘子決定的啊 釘子擺在什麼位置 它就噔噔噔噔怎麼彈嘛 爬杏狗是靠釘子的位置 決定怎麼跑出路徑 它不會去控制每個珠子怎麼跑 它控制釘子怎麼放 你有物理性質嘛 碰到釘子它會彈嘛 當然一個小鋼豬它是一個物體嘛 然後你經過地性移力嘛 噔噔噔噔噔 所以這另外的觀念 我其實不再規劃路徑 我利用你的一些物理性質 讓你自己找到的答案 好不好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兩個方法的優缺點好不好 你看你有個地圖 然後找出那個路徑 對不對 很正統的方法 這邊就不是啊 它找到每個人的物理性質 從物理性質裡面自然而然形成一個路徑 好不好 所以地圖那邊的方法是這樣 如果我地圖做得很好 我在規劃路徑的時候 我考要所有情形 其實符我剛剛講的 有答案的話我一定會怎麼樣 找到答案嘛 可是如果沒有答案 我也知道沒有答案 因為我已經地毯是搜索了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過 如果照前面的The General Press的論文 它要做一些取巧 好不好 剛剛認為它損失掉的空間 都是不足為道的空間 所以它大致上還是符合我們剛剛講的原則 它還是屬於地毯的搜索這樣的一個背景 可以嗎 好 另外這邊呢 其實它就是不要去建地圖 所以它優點是什麼 優點就是不要建地圖 建地圖很累對不對 以前古代的時候你要找人家去探勘地形 然後整理資料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很辛苦嘛 這邊我不用去整理 我不用去了解你們怎麼回事啊 我每個人把你放一個磁場 你就自然就形成這個空間嘛 是不是 所以我省下了這個建地圖的事情 另外它也沒有在規劃路徑 你有在規劃爬信狗路徑嗎 你知道小鋼豬的路徑怎麼走嗎 誰曉得啊 釘子怎麼碰也不曉得 而且那個老闆也沒有動手腳 我曉得 通常你這台小鋼豬如果我說 一天到晚沒得獎 老闆做什麼事 絕對三天半夜去把那個釘子的位置換一換 好不好 這也是什麼回事啊 每次談到同樣位置去讓我賠錢 怎麼可以 亂搞一下 讓你那個釘子亂掉 你明天就不會得獎 好不好 OK 它其實也不是知道路徑怎麼回事嘛 它讓它自己亂談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剛才看到好處換一句 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根本沒有見地圖 我沒有那個麻煩 而且我要路徑很單純的 就是這樣跑出一個路徑 所以這個potential field的優點看起來很明顯 不需要描寫這個地形地物 路徑也很簡單 自然形成 好啦 有得有失 那缺點是什麼 因為我也沒在規劃它對不對 好 那萬一一不小心 這個大 這個天然的方式呢 就會讓我 這個跌到 這個一個循環 比方你進得 諸葛孔明的八卦症 怎麼走就出不來 好不好 你是鬼打牆 這個我們說是什麼 什麼觀念 又所謂的 local minimum 好不好 我們找答案要找什麼 global minimum 這個現象裡面很容易有所謂的低點 那 剛才講的話就是說 你碰到這低點的時候 你搞不定怎麼辦 因為你就是鬼打牆 你也出不去對不對 好不好 那當然 我也可以找出一些解決它的方法 我們怎麼解決它 前面講 如果說有鬼打牆怎麼辦 我們就做記號嘛 我說同樣的地方看了三遍 我就知道應該不對了對不對 我就讓自己吃大力丸 跳出來 好不好 繼續滾 每次如果被困住 就吃大力丸 滾 這樣跳一跳去 會不會跳一跳去 不知道自己跳哪去 所以怎麼辦 每次亂跳都要做記號 好不好 那這樣下來 有沒有符合我們原則 是不是有答案 你找到答案 沒答案告訴我們沒答案 有沒有可能 可以啊 如果說我記號做得夠完整 動跳記號 動一天都跳完了對不對 都跳完之後發現沒有答案 那就沒答案嘛 那如果有答案 我總是會跳出去嘛 所以這個方法你現在看 如果你運氣很好 你會多久找到答案 遜了也不久 嘩就到答案對不對 可是答案是不是最佳答案 不一定最佳答案 可是你這樣講 那麼計較 我就可以送你到墾丁了 你要怎麼樣 好不好 至少有答案 然後最糟是什麼情形 一不小心所有路都走完了 對不對 因為運氣太壞了嘛 咚跳一跳 咚跳西跳 咚跳西跳 都沒有跳到答案 跳完之後 整個房間讓你跳完了 整個跳完跳完代表什麼 跟你一開始建地圖有沒有兩樣 你也沒兩樣 你電圖就把所有東西做完 然後你去找到答案 那不是一樣 好不好 所以運氣不好 你就是等個建那張地圖 而且你是亂跳 建地圖頭很昏耶 好不好 前面至少有個方法 好好建個地圖 然後地圖裡面去檢查每個路徑 然後根據分數找到答案 這邊是東跳西跳 東跳西跳 跳到最後不可收拾 發現 所有路都走完了 然後其中有一條是答案 你只能走那條 也不知道是不是答案 是不是最佳答案 你就走完到了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稍微想一下 其實不只是機器人路徑規劃 你碰到很多的問題 大概都有兩樣觀念 一個叫做地毯式搜索法 另外一個叫什麼 叫直覺法 就你人生碰到問題怎樣 我問你這樣 第一個我就說 好 我把所有可能性都找到 然後判斷哪個路比較好 另外一個 不管了 我相信我的直覺 這個就是答案 我就這樣生死已知進去做 好不好 大概這樣 可考慮一下 這兩個方法各有優缺點 但是要符合原則 你要這樣想 我們一定要設法回到那個原則 就是我們今天做這個事情 他如果有答案 我們一定要找到答案 他如果沒有答案 我們要知道沒有答案 不要在那邊卡在那邊 不能動好不好 你做研究也一樣 不要太早放棄 但是也不要跟自己講說 我永不放棄 有時候要放棄也是個智慧 因為他就沒有答案了 但是你的agrin 沒有辦法判斷你有沒有答案 想一下這個問題 potential fuel 這個方法看起來 我們現在目前這個例子 也是針對自走車的 如果我要把potential fuel 這個方法 用到多軸機器人的避障 怎麼用 各位覺得有辦法用嗎 potential fuel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磁場觀念放在我那些軸上 你現在有六個軸 比方說普馬機器人六個軸 那一樣喔 你這個障礙物如果放在那邊 每個軸都不能碰到它 對不對 那沒關係 我們這樣想好了 那六個軸 六個link 我每個link都放一個磁場 可不可以 那大家就知道 這個磁場就不能過去嘛 那這樣跑來跑去 這樣可以嗎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今天運動中我發現 我這個軸很接近障礙物 那怎麼辦 想不想說你現在六個人出去 六個人連在一起去爬 突然跑來一條蛇 想尾蛇之類的 很恐怖的蛇 那怎麼辦 我當然要逃走對不對 我不要說我是第一軸 我就逃走 但是我六軸連在一起 我第一軸逃走的時候 我第二軸會怎麼樣 就很接近那個響尾蛇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第二軸當然也想逃 好不好 就六個軸都想亂逃 對不對 那可是每個六個軸都影響到對方啊 那到底要怎麼逃比較好 我怎麼樣去做一個很好的逃亡的路線 如果說今天是potent feel怎麼辦 其實蠻累對不對 就是你對potent feel 你要做到多少去 每個軸所影響到那個link都不能撞到 可是六個link都連在一起 所以它也有很多方法 比方說通常考慮什麼 有論文就這樣講 我們考慮誰離那個障礙物最近的 他先說話吧 合不合理 比方我們六個人在這邊 我們都連在一起 響尾蛇跑出來了 誰有第一個逃亡權 最近那個人先逃對不對 合理吧 那第二個誰逃 因為你跑了之後誰又進對不對 這個考慮 可是問題一不小心 第一個逃不代表其他人就很安全 所以有一個想法這樣講 我們讓我們去平衡最危險 跟目前最不危險的人 兩個軸 為考量 然後找出一個逃亡路線 會不會好一點 我當然這樣講 這是概念 這還是很累 就是我要確保你逃亡過程中 這六個軸都要安全 可是我要怎麼安排這六個人逃亡呢 因為六個人逃的時候 互相會影響到對方嗎 你怎麼亂逃 那通常我們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考量都是頭跟尾 就是離目標最近的 跟離目標最遠的 為考量來做中間 就是說你今天多軸機性的規劃裡面 我們大概會去考慮最近那個軸 最遠那個軸 但這個過程是動態的 隨時檢查一跟六有沒有安全 那我們就講二到五應該還好吧 因為一跟六路安全 二萬應該還好 可是這過程是動態 所以應該講 如果你的程式夠快 應該保持你不會避障 經過一段程序 正在最重要的情況下 這麼簡單 以後再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